现在这两天在舆论在开始 不晓得是刻意的还是怎么样 说韩国瑜选总统 赢的话除了决让李嘉峰选高阳市长 这完全是在重伤 而且我感觉是非常恶劣 这个套句土话 通通你们一家人做就算了 这谁能接受 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要这样的恶意设计 这等于在丑化我们 这不是公天下 这家天下了 哪有人这样的搞法 韩国瑜罕见说重话 因为外界深传自己若被征召 夫人李嘉峰就要接棒选市长 面对敏感问题 李嘉峰本人倒是一派轻松 一动念就要洗衣服 李嘉峰把妙玉套回自己身上 化解尴尬 只是拱寒声浪大到波及爱妻 让韩国瑜再也忍不住 李嘉峰出来选高中市长 绝对不可能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可能 好不好 即便韩国瑜不断重申 但据传国民党主席吴敦毅 有意在7月28号 拳戴会强迫征召 传言盛销成上 让李嘉峰也好困扰 就算你们害一个人还不够 害两个人 天哪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不可能啊 尽管李嘉峰高人气不输 韩国瑜也早有从政经验 但有没有可能投入高中市长补选 还是等看韩国瑜未来动向 接着厦门综合报道